谁是NBA历史第二大前锋? 巴克利、乔丹之前,我是最强球员。 众所周知,NBA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大前锋。 在历史大前锋排名上,地母邓肯在近十年一直都是稳坐第一。 石佛邓肯总共获得了五次NBA总冠军,三次FMVP,两次MVP,15度入选最佳阵容。 2020年入选NBA名人堂,其他大大小小的荣誉更是数不胜数。 所以,他也是球员、媒体以及球迷公认的历史第一大前锋。 历史第二大前锋人选一次总冠军,一次常规赛MVP,一次最佳防守球员,一次全明星赛MVP,九次入选最佳阵容,十二次人选最佳防守阵容,四次篮板王。 他职业生涯中两次当选常规赛MVP,14次入选全明星,14次入选NBA最佳阵容。 随美国队两货奥运会南篮金牌,他NBA职业生涯共获得一次常规赛MVP,一次全明星赛MVP,五次入选最佳阵容第一阵容。 巴克利在球场上十分全能,他退役后被评为NBA50大巨星之一,还入选了篮球名人堂。